一场车祸 我与青梅互换灵魂 我手足无措 他迅速适应 嘿嘿嘿 腹肌 嘿嘿嘿 帅哥 他对着我的身体流口水 却连澡都不让我洗 他闹我笑 一辈子就这样下去吧 后来 我亲眼看到自己的身体 被蒙上白布 我妈冲过来冲我嘶吼 你为什么总要害死他 醒来在镜子里 看到江青脸的那一刻 我的世界观崩塌了 我用力掐自己 好痛 这不是做梦 灵魂互换的狗血戏码 居然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我叫沈初 此刻看着 旁边病床上 睡着的我气得牙牙 现在那具身体里的人 是从小和我一起 长大的江青 我疯狂将他摇醒 他迷糊睁眼 看到我的一瞬 又躺回去 肯定是做梦啊 怎么会有和我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呢 我想掐他的脸 但脸是我自己的 那么帅的脸 下不去手 做什么梦 这就是现实 我和你灵魂互换了 啊 他尖叫 不可置信 到接受 再到 撩被子 他笑着撩起被子 还想顺手 把衣服给脱了 我眼急手快地 压住他乱摸的手 怎么了 我看看都不行 这身体都是我的了 我脸上发热 你好歹也是人民警察 脱男人的衣服 你真能做得出来 泽泽 警察是我的职业 这是我的属性 两者不要混为一谈 我看看 我看看 我死命压住他乱动的手 哎哟 你每天锻炼 不就是给人看的吗 我先看 给你未来的老婆 把把关 他甜甜嘴唇 眼神放光 营销号都说 神总很强 我倒要看看 有多强 我脑子轰的一声 要是顺着他的意 那还得了 我干脆放开他 手顺势解开 自己并好服的两颗扣子 他连忙拉上我的衣服 你干嘛 不是你说要脱吗 我也想看看 你发育成什么样了 我又解开一颗扣子 这能一样吗 我 我是个女孩子 你还知道 你是个女孩 他瞪着我妥协 好 我不往下看了 你不允许脱衣服 看他终于老实 我才扣上扣子 最怕气氛突然尴尬 一阵电话声 吓得江情依机灵 我回头 是在我病床上的手机 上面跳动着楚川的名字 是楚川 他打电话找我了 江情一跃而起 跑下床接电话 我一手拉住他 起身拿过手机 当着他的面挂断 迎来他的咆哮 你干什么 楚川肯定是找我解释的 你别忘了 我们是怎么出车祸 怎么变成这样的 要不是你抓奸在床 哭得不能自理 我能开车去接你 江情犹如泄气的皮球 他哪里都好 就是恋爱脑 无论那人做错了多手 他总会原谅 可是 我喜欢他 他 那么好 恋爱脑晚期 没救了 现在更重要的是 我们互换了 怎么跟家里人解释 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办 看他隔着衣服 不断揉错我腹肌 流口水的样子 我当机立断 你搬到我家来住 什么 那我的清白不就没了吗 我江情不是随便的女人 他拉高被子 一脸防备 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以专业第一 考进公安大学的 你现在是我 你不在我家还能去啊 至于我 反正你 也没少在我家住过 我家足够大 放得开 那能一样吗 那时候 我们都没长大呢 是是是 二十岁还是小孩子 但只有绑在一起 你才不会在公司 给我出岔子 也能尽快找到 换回来的办法 我扫了他一眼 还能防止你对我的身体 有所图谋 一举三得 当晚我就让管家办了出院 去了我家 他一进门 就熟练的葛优 躺在沙发上 看着自己的身体 以那种扭曲的姿势 躺在那里 别扭 极其别扭 你能不能坐有坐下 哎哟 这都到家了 你还管我 他身子像蛇一样 不断扭动 他身上的身高定西服 逐渐变皱 那是我等了 半年的设计师 亲手制作 还没穿两次 我拿出电脑 摆在他面前 明天公司有个会 需要你去一趟 他身子蠕动得更剧烈 哎呀 我不想去 我爱自由 我不上班 看来 我的西装要报废了 好好 这么玩是吧 你爱自由 我也爱 更不爱穿衣服 我的手再度落在扭扣上 哎呀 他咬牙切齿 我怕我搞砸了 你还得给我索药赔偿 我调出电脑里的PPT 把这些背过 你又不是没谈过生意 叔叔也是 把你按照继承人培养的 他理于打挺坐起来 翻看PPT 脸色越来越难看 什么 七十页 你怎么不杀了我 你一个专业第一趴这个 这不比你那些卷宗好看多了 他猛地抬头 什么卷宗 你怎么知道卷宗 今天下午我去警局申请了你的年价 你领导给我了几个卷宗 让我整理一下 他发出尖锐报名 什么 年价 那可是我的年价 我拿着自己的手机 输入密码 支付宝到账 一百万元 这样可以了吗 他收起挥洞的爪子 乖乖坐在沙发上 少爷您就请好吧 老奴一定让少爷满意 我拍拍他的肩膀 看着那套报废的高定西装 心在低血 你 慢慢看 我去洗澡 下一秒衣服被人扯住 耳膜快要爆裂 不行 怎么男人也能发出这么高分辨的声音 我总不能一直不洗澡 这是我的身体 那现在不是我的身体 他沉默 犹豫 纠结 最终做出了重大决定 我和你一起洗 我们在浴室对峙了半个小时 最后达成君子协议 全都必演戏 哇 当我听到浴室里传出的尖叫时 我知道 我高看江青了 你确实行 他洗完澡 留给我竖起的大拇指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会被他气死 我转身回房睡觉 养精蓄锐 之后肯定有很多难打的仗 半梦半醒间 好像是谁在叫我 江青 江青 清醒一点 我猛然清醒 出了一身冷汗 空荡荡的房间 只有我一个人 我起身走出房间 想倒点水喝 客厅的灯还没熄灭 江青躺在沙发上 早已睡着 桌上的PPT 停留在最后一页 要是之前 我肯定把他抱去房间 可现在 15厘米的体型差 果断放弃 回房间拿个毯子 给他盖上吧 我打了个哈欠 躺在床上 想不明白那个梦 可能是车祸 让他的身体 有了PTSD吧 我闭上眼 一觉睡到第二天 我站在会议室门口 看着开会中的人 一板一眼 出了眼神 别的倒是与我很像 不愧是跟了我 这么多年的女孩 小女孩也长大了呀 等我出去 打了个电话回来 办公区发生了骚乱 我远远看见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 以一种极其扭曲的样子 在桌椅间扭动 嘴里还念念有词 青早起来 拥抱太阳 让身体充满 满满的阳光 疯了 疯了 都疯了 我冲过去 拎着他的衣领 连拖带拽拖回办公室 你现在是我 不是你自己 麻烦你 给我维持人设 他坐在办公椅上 撅着嘴 作为高层 你要亲和待人 你看他们多开心 我坐在沙发上 被他刀念的头痛 江青 江青 你醒醒 别陷进去了 谁在说话 我头痛欲裂 从沙发摔倒在地 有人慌忙向我跑来 我眼前一片模糊 恍惚间 眼前出现医院的遗弃 还有一群模糊的人 但唯独没有我自己 喂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江青盘腿坐在椅子上 狐疑地打量我 一瞬间 痛苦消失 我还是坐在沙发上 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 我 沈总 这有个文件 要您签一下 一个女人穿着包囤裙 扭着身子走进来 是我的秘书 注意 她眼神扫过我 有些嫌恶 转头看向江青 立马换上明媚的笑容 这个文件太急了 沈总不会生气吧 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好啊 好浓的茶呀 怎么之前没发现呢 难道男人真的没有 鉴别绿茶的能力 我习惯性训斥 没敲门 谁让你进来的 他扬扬眉 撒起娇来 沈总 您和他很熟吗 他凭什么这么说话 江青咬着牙 熟 很熟 熟透了 出去 注意强扯出一抹笑 这个文件很重要 您要不要看看 江青 将文件打开一条缝 又砰的河上 看完了 不牵 滚出去 我敲起二郎腿 看着这场戏 虽不知他为什么 会敌视朱仪 可江青做事 肯定有他的道理 真不知道 他俩之间结了什么梁子 朱仪狠狠弯了我一眼 转身离开 我起了一身 鸡皮疙瘩 他是不是在盘算 要怎么弄死我 直到我在厕所 被冷水浇透 我浑身湿透 从厕所冲出来 大步走到朱仪的宫位上 一把扯住他的头发 往厕所里带 这具身体就是好 有仇 当场就能报 不用在意男女之别 他一路尖叫 江青 你在这撒什么泼 我抬手一巴掌扇上去 这家公司姓沈 难道跟你姓朱 我压下他的头 泡在洗手池的冷水里 对门外看热闹的人挑眉 看够了吗 想参与 围观者顿时鸟兽作散 我关上厕所门 一脚踢在他的腿弯 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脸疼屁股疼 他一时不知道该有哪个 就是你勾引楚川 你自己没魅力 怪男朋友往我床上爬 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 女孩子家家的 做个警察 能找到男人才怪了 还想勾引沈总 我冷眼看着他 手渐渐握紧 你以为沈总喜欢你 我可比你了解他 我蹲下身 掐着他的下巴抬起来 厚重的装面 像个人偶 跟江青比 之前我只顾着文件 从来没正眼瞧过他 你错了 沈总就喜欢我这样的 还有 我一拳打到他的肚子上 这一拳 是你泼我冷水 第二拳实打实打在他的腰上 这一拳 是你勾引楚川 最后 我狠狠扇了他一巴掌 这一巴掌 是你诋毁警察 一个好警察 比你强一万倍 我抽出纸巾 擦去手心沾上的粉 你被解雇了 收拾东西 滚 我开始庆幸 是自己在这个神区里 如果是江青那丫头 遇到这时 又该哭鼻子了吧 换好衣服回到办公室 江青正在看我带来的卷宗 阳光透过落地窗 撒在他脸上 我看着那张脸 嗯 好一张剑膜脸 不愧是我 他眉心醋了醋 深深叹气 那个卷宗我看过 当事人叫陈明 一年前因偷窃入狱 后经调查 陈明偷窃的钱 都是为了给妻子治病 他妻子刘娟患有痴呆 还有些半身不随 当时这件事上了新闻 大众都很可怜他 可法不容情 他又是惯犯 肯定要被处罚 多方权衡后 最后判了陈明有期徒刑两年半 这是我第一个主办的案子 当时也是我带人去抓他 但一到他家 我就心软了 这个年头 一间四处漏风的农村微房 是怎么住人的 审出我们从小一世无忧 没想到何不识肉迷这句话 竟然有一天 会在我们嘴里说出来 我看着他的样子 好像明白了 他为什么没有和我一样 选择金融专业 继承家业 反而毅然决然当了警察 我俯伤他的肩 别想那么多 这件事你没错 秉公办案而已 而且 你每个月都让人给他妻子送生活费 已经人质易尽了 他抬头 今年过年 我们去看看他吧 一直以来太忙了 也没时间去看看他 这就是为什么 他就算在我的身体里 他的眼中没有诚服 有的只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片赤诚 记得小时候 学校组织了一次敬老院活动 有个奶奶 说他长得像自己的孙女 但孙女出国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 之后 每周末 江秦都去陪那位老奶奶 有一次在路上看到乞丐 他把身上的钱都给出去了 我戳他的脑袋 你傻不傻 那人可能是骗子 万一是真的呢 这些钱至少可以 让他买一箱泡面 从小到大 我被家里当做继承人培养 勾心斗角 阴谋阳谋 我见惯了 江秦却不一样 他永远是个小太阳 江秦躺在沙发上睡着 我看着那张无比熟悉的脸 我想 如果那天我及时赴约 是不是结果就会不同 我喜欢江秦 从小到大都喜欢 当他从我书房抽屉翻出来日记 和那把美工刀 双目星红地站在我面前 我并不吃惊 反而心疼 他被美工刀划破的手心 这东西 为什么会在你这 你从哪里拿到的 这是我的战利品 什么 江秦摊坐在沙发上 喃喃自语 不对 不对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他在我一米八五的身体里 像个水塔一样 眼泪哗哗流 我点起脚 擦干他的眼角 怎么了 我的秘密被人发现了 我都没哭 江大警官哭什么呀 江秦拍开我的手 不行 我得想办法 让我们换回来 说完 他夺门而出 连手机也没拿 我也不担心 他顶着一个男人的脸 谁敢欺负他 更何况 他的秦拿手艺等一的好 时常能把我放倒 真遇上坏人 我还担心坏人吃亏 请问您见过一个 一米八戟穿西装的男人吗 十分钟后 我出现在路口 焦急地寻找他 那年的事 我不可能 让他发生第二次 绕着小区找了好几圈 连个人影都没有 我正打算打电话给管家时 呼得听到角落里 传来一阵声音 天零零 地零零 太上老君快显零 江秦盘腿坐在地上 拿着像是扶转的东西 双手和十抵在额头 一个唯物主义者 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你这是干什么 喷涌而出 你怎么才来啊 我 我被人骗了 谁骗了你 说明白 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来往的人 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 毕竟一米八戟的男人 当着女人面 哭得梨花带雨 我 我在路口看到一个算命的 他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 能把我们换回来 我全身 就一千五百多块钱 全给他了 没想到 他刚拿出符纸 就听见说城管来了 他就跑了 我工资一共就六千多 这一会儿功夫 就白给了四分之一 又一件高定西装 沾满他的泪水鼻涕 我肚子好疼 还没等我说些什么 他突然捂着肚子 开始哀嚎 等救护车到的时候 他却已经靠在我身上睡着了 可拧着的眉头也在告诉我 他还是痛 医生都忍不住打去 第一次看见 有人等救护车还能睡着的 我低头看着他 目光温柔 他这样眉心眉肺 是最好的样子 出诊结果出来 急性肠胃炎 什么 肠胃炎 很正常 我有胃病 你又没好好吃饭 我把冲好的胃药递给他 没有霸总的命 却有霸总的病 娇气死 能不能跟我这个 雄音般的女人学学 我可是来姨妈都不疼的人 这些年 你总是动不动进医院 那天 真的是你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我抬眼看着她 对啊 是我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已经和楚川在一起了 我怎么说 心头一阵烦躁 所以 那天 你是怎么回去的 那天的事 我始终不敢回忆 若我晚到半步 也许就再见不到江青了 那时我大二 她高一 那个周五 雨很大 我提前来江青学校等她放学 回家吃饭 我在路口的咖啡馆等她 看到她从校门口出来 刚想招手 就眼睁睁看她 被人拖进了一辆灰色面包车 我不顾一切开车追赶 终于在郊区把车逼停 车上下来两三个壮汉 滚开 好狗不挡路 我壮着胆 我已经报警了 绑架罪 你知不知道要判几年 老子在意这些 把她绑回去 我能拿一百万 我想先稳住他们 你们绑她 自然知道她是谁 她家给你五百万 肯定可以 我傻呀 她家里会让我老底坐穿的 她们摇摇手中的棍子 你再不走 这小身板 可顶不住 眼看棍子 要砸在我身上 那男人突然一声惨叫 她背上插着一把美工刀 身后是挣脱了束缚的江青 我乘机抢过那人手中的棍子 江青也从车上跳下来 拿书包一下下地砸着那人 那人反手想抓她 她慌忙跑开 我用力 将手中的木棍 拖住那些人 很快我就被打倒在地 慌乱中 我看到一辆熟悉的车 我瞪着眼 想在大雨中看清楚车牌 那辆车整个海市只有江家有 看她上车 我就心安了 恍惚中 我听到她对我喊 明天 一定要来这里见面 妈的 都是这个崽子 兄弟们 打死她 我护住头 希望可以抵挡一些伤害 可预期的疼痛并没到来 江家车上下来的人 把他们撂倒在地 我强忍疼痛起身 将地上那个美工刀收起来 之后便失去意识 再次醒来 是在医院 我妈守在旁边 不要告诉江晴 这是我醒后的第一句话 我不想 她觉得 对我有亏欠 因为伤得很重 我没有去赴约 再次见到江晴 她正挽着楚川的手 后来妈妈 见我身体不好 总会叹气 你看江家那丫头 你喜欢她 就去追啊 从小到大的交情 不比那个楚川强 更何况 她妈妈更喜欢你啊 我笑了笑 妈 她幸福就好 做朋友 也未尝不是好事 她幸福就好 那天 我接到江晴的电话 楚川那个混蛋劈腿了 我在酒店抓到她喝 在床上 她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 我脑子轰的一声 中断会议 开车赶到酒店楼下 想上去打那混蛋一顿 却被江晴拦下 别上去了 怪难堪的 我带她上了车 选了车少的路 一路无言 她默默流泪 不想说话 她不想说 我就陪在她身边 给她拿纸巾时 我稍稍分了神 就在这时 一辆白车直直冲向我们 我用力打方向盘 车子冲进绿化带 撞到电线杆上 就是这次车祸 让我们灵魂互换 我抬头看着她 她坐在病床上 一把鼻涕一把泪 幸好 她现在穿的是病号服 以后我的高定 万万不能给她穿 你为什么不早说 让我认错了人 受了那么多委屈 如果不是念着这件事 我不会和楚川纠缠那么多年 你知道这些年 我零零碎碎 抓到多少她出轨的证据吗 你知道我学警察这个专业 我轻声而上 堵住那喋喋不休的嘴 扑看着自己的脸接吻 真的很出戏爱 我叹气 捂住她的眼 继续加深这个吻 我爱她 不是她的外表 而是她的灵魂 我和江青在一起了 白天我和她一起上班 关上办公室的门 她看卷宗我处理公司的事情 虽然工作量成倍增加 但也不是为一种快乐 你说 我们要是永远换不回来了怎么办 没事 只要是我们两个人就好 那 那种事怎么办 我总不能 我敲了敲她的头 想什么呢 谁教你的 嘿嘿 你说 要让记者看到我们 会不会说 沈氏集团的总裁丸得花呀 我捂住她凑过来的脸 她这个脑子 一天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她赌气地坐在沙发上 撅着嘴翻看文献 我刚想起身坐在她身边 心脏却传来一阵脚痛 耳边再度想起 江青 别骗自己了 人死不能复生 青青 你要是一直这样下去 她也不会安息的 为什么总有人在我耳边说话 心口越来越疼 四肢也像是过电 好难受 我生气了都不哄我的吗 大直男 江青的声音把我拉回来 等我回神 早已一身冷汗 你怎么了 怎么出了那么多汗 哪里不舒服吗 你说话呀 我没事 咱们两个换了身体之后 你有什么不是吗 她摇头 没有 你是不是难受 我们去医院 我拉住她 没事 就一下 江青 江青 抚上我额头 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 忙完这几天 我们出去走走 陈明快出狱了 过几天 我们去看看 他们吧 那个乡村周围风景很好 我们可以在那逛一逛 我握住她的手 与她食指相扣 好 我们商定 在她年假的最后一天 去看望陈明夫妇 江青觉得 我太累了 静止坐到驾驶位 她手肘支着方向盘 冲我吹了个口哨 我是男人 你就好好享受 副驾驶的乐趣吧 小妞 我顺从地坐进副驾驶 随她吧 开心就好 早上接到消息说 楚家宣告破产 这几天就要离开海市了 双喜临门 其实我还蛮可怜陈明夫妻的 若不是走投无路 谁会去偷呢 这一年多没去看她 也不知道她妻子过得怎么样 哎 今年过年 我想去北欧 看极光 听说两个人一起看一次极光 就能走到世界尽头 她喋喋不休 我包了个橘子 塞到她嘴里 未来 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一起走到世界尽头 很好 江青 我们结婚吧 她瞬间红了脸 你这都没有正式求婚 我答应你 也太掉价了吧 不过结婚之后我要管钱 男人有钱就变坏 我笑着摇头 俯身去拿她想吃的无花果 随着一声尖锐的刹车声 巨大的冲击力 让我几乎失去意识 只觉得 有人把我护在身下 江青 你振作一点 不要放弃 江青 你醒醒 江青 恍惚间 我听到警铃和救护车的声音 温热的液体 滴在我脸上 我手颤抖着腹上去 摸到一手黏腻 救命 救救她 来人啊 救救她 驾驶室严重变形 救援人员只能先把副驾驶的我救出来 我被救出来后 才看到现场的全貌 整个驾驶室 基本被压成了纸片 玻璃如珠网一般 支离破碎 血沿着驾驶室 一滴滴蜿蜒在地上 我嘶吼着冲过去 拼命拉扯驾驶室的门 可她被死死卡住 女士让一下 不要打扰我们救援 一个消防员把我拉开 我跪在她面前 眼泪不受控制 求你 救救她 女士 你快起来 你身上还有伤 我这才发现 手臂上有一道十几厘米的伤口 在涌着血 可这点伤 比她差多了 不远处一阵骚乱 我回头看去 肇事司机被救出来 那个声音很熟悉 她被压着越走越近 我才看清她的脸 那张比卷宗照片稍瘦一些的脸 我跌跌撞撞跑向她 狠狠抓住她的领子 是你 陈明 怎么是你 那天我失血过多 在院醒来 身边守着江晴爸妈 沈初呢 江晴爸妈红了眼眶 半天没说话 星辰入湖底 我从床上挣扎起身 抓住江妈的胳膊 沈初呢 江妈拉住我不住流泪 清清 你的伤口刚缝完针 别再又裂开了 江爸深深叹气 医生们尽力了 去见她最后一面吧 在另一间病房里 我看到了那具盖着白布的身体 我爸妈已经哭成泪人 我迟迟不敢揭开那白布 我害怕她会离开我 我爸深深看我一眼 来了 看看她吧 我妈冲过来撕扯我 你为什么总是要害她 你被绑架的时候 是她救了你 之后就落了病 这一次 这一次人都为你没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你还我的小初 还我的儿子 拳头雨点斑落在我身上 我却已经失去了知觉 我爸看我妈情绪不稳定 将她拉出病房 病房门关上的那一刻 世界安静了 只有我们两人 我踢踢床脚 行行啊 别跟我闹了 这种事情可不好玩 你起来啊 我不工作了 我们去北欧 去看极光 去世界镜头 好不好 你再不行 我真的要脱衣服了 你起来骂我啊 我不知道 自己怎么走出那间病房的 到最后 我也没有揭开 那张覆在她身上的白布 我想 她也不愿让我看到 她现在的样子吧 走出医院 我拦了辆车 直奔警局 审讯室中 我和陈明面对面坐着 你为什么没死 这是 她见我的第一句话 你为什么要杀我 她要杀的是江秦 因为你抓了我 因为你该死 那是你做了不该做的 于情于法 你都要被逮捕 我不理解 呵 说得好听 我拉着她的领子 对着那张脸 狠狠打下去 她大笑出声 打死我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你以为我不敢 同事把我脱开 你为什么要杀她 陈明星红着眼 如果不是她 我老婆就不会死 怎么可能 我每个月都会给你老婆钱 怎么 送钱啊 送钱就行了吗 你要不是对我有愧疚 为什么会照顾我老婆 你们这些城里人 都是做做样子 我心底一片悲凉 你老婆是怎么死的 陈明闭上双眼 那天我回到家后 发现家里的房子 在台风之后塌了 我老婆就在那底下埋着 手里 还紧紧攥着我 送她的钥匙扣 要不是她 我老婆能死吗 她要是在台风之前 来我家看看 我老婆会死吗 陈明看着我 痴笑一声 谁知道那个傻男人 居然掉转车头 用他那边的车身 和我撞在一起 我呆呆望着天花板 一个人杀人的理由 居然是因为对方的好心 多可笑啊 我痛苦地咬住嘴唇 试图让自己保持冷静 不然我难以保证 自己会冲上去打死她 江秦这么热爱自己的岗位 我不能给她抹黑 这是她的人生 我不能这样做 我杀不了她 我也会让她在监狱里 生不如死 我回到家 总觉得家里 还残存着江秦的气息 镜子前的牙刷 衣柜里的衣服 还有她为了换回来 跟骗子大师买的服录 哪里都没有她 可哪里都是她 我走到镜子前 看着她的脸 她还是那么漂亮 江秦 你疼不疼啊 肯定很疼 玻璃都碎了呀 你说你傻不傻 死的人明明应该是我啊 美工刀落在我的手腕上 却迟迟下不了手 可笑 我甚至无法做到 用你的躯体殉情 我看着镜子中的江秦 我舍不得 舍不得眼睁睁看着你失去 我以为 我们可以一直一直在一起 在抬头 镜中的人越来越模糊 脑海中回荡着一个声音 江秦 醒过来 江秦 我一拳砸在镜子上 镜子应声而碎 玻璃扎在手上 却感不到丝毫的疼痛 忽然 眼前一阵白光 我不得不挡住眼 等我睁开眼 发现正躺在一个房间 手脚都被牢牢捆住 对面是个女人 这场梦 做得还好吗 江秦 两年了 你该醒了 说话的是我的心理医生 简师 我叫江秦 两年前遭遇复仇 失去此生挚爱 这两年我不断催眠你 本来是想让你走出来 没想到 你竟然编出了灵魂互换的梦 你学着她的一举一动 用她教你的商业知识 撑起整个沈氏集团 你要知道 那不是你 江秦 沈初如果活着 她也不愿意你这样 我苦笑 抬眼看她 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我和简师第一次见面 是在两年前 那时的我 接受不了沈初的离开 更接受不了 她是为了我掉转车头 死于非命 而产生那场车祸的原因 是我 见到简师的那天 她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那么痛苦 是因为你的爱人吗 是 那我帮你忘了她 这两年费了她许多心力 看上去憔悴了不少 很少看到会有人爱得这么深 在梦里甚至可以设置 自己为她去死的情景 她看着我手臂上美工刀的划痕 不管怎样 沈初救下你 肯定不是让你这个样子 你一直不肯 去她目前看她一眼 你也是 怕她担心吧 简师递给我一瓶药 别耗费心神了 吃了这个药 好好睡一觉吧 说完 手脚的束缚解开 她走出房间 关门的刹那 我看到爸妈仓 老了十岁的脸 这件事情 还需要靠她自己 她在梦里 甚至给自己构建了一个 不存在的人 作为男朋友 可最后 他们还是走到一起 迎来最后的结局 也许 结局从来无法改变 简师的声音 隔着门板传进来 越来越远 我贪坐在地 我哪里不知道要走出来 可我就是无法释怀 清醒的沉沦罢了 我看着那把 被胶带层层封住的美工刀 我是不是真的该放下了 沈初 我不想忘记你 但如果你还在 也不希望我这个样子吧 我敲敲门 在门打开的那一刻 就释怀吧 什么是死去 是终点 是诀别 是永远失去 是再也说不出去的对不起 我坐在她的坟前 看着照片 上笑容灿烂的她 你会不会怪我 这么久都没来看你 我一直觉得 如果我不来看你 你就一直在我身边 我用手背抹掉眼泪 对不起啊 是我连累了你 还有 你那几套高定西装 你明明最喜欢的 我都没来得及陪给你 我永远忘不了 她那满是伤口的手 还有再也感受不到的温度 沈初 我要忘掉你了 你不要恨我 只是 我不会再爱上别人了 这是最后一次 为她哭了 谢谢你爱我 还有 对不起 我也爱你 等我走出墓园 简师正在等我 她为我披上衣服 望着身后 常常叹气 别回头了 该放下了 我自顾自向前走着 晚风吹在我身上 就像是她的怀抱 给他用你好 是她的叹气 没有